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着3D新闻网记者的脚步 我们来到新北树林这家热炒店 据说他们家的招牌炒饭很厉害 我们还加的一样秘密武器 让简单的炒饭更加美味 我们听听主厨怎么说 我们家的招牌炒饭除了有猪肉丝 虾仁之外 我们还加了一道我们的秘密武器 就是菜脯 一般的菜脯外面买得到很多 但是我们的菜脯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跟外面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餐厅是做古早味的料理 所以我们的炒饭必然也要有古早味的味道 所以要加入一些古早味元素 然后我觉得古早味元素 最能够代表性就是菜脯 所以我们把菜脯融入到我们的炒饭里面去 不仅仅可以吃到我们一般炒饭的米香之外 还能够吃到爽朗清脆的菜脯 这两种味道组合是很微妙的哦 值得大家来品尝哦 因为我好吃的炒饭粒粒分明了 而且又加了那个菜脯 更提升它的香气 那你在别的炒饭店有吃过这样加菜脯的吗 比较少了 吃了好几年了 十几年有了 早上就朋友了 吃到变好朋友了 除了炒饭炒饭 店里还有一道隐藏版料理 咸猪肉炒饭 油脂咸香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这个咸猪肉是我们从市场 采满新鲜的三层肉味来制作 有米酒 蒜头 八角 还有我们的独面配方 下去腌制的 跟外面吃起来口感不一样 结合我们的炒饭 很特别的口感不一样 值得大家品尝 我们还有一家店在土城 也是河中餐厅 那是我们两兄弟共同经营 大概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这期间因为做餐厅的原因 交往了很多的朋友 很多朋友都把这边当作自己的家 自己的餐厅来品尝美味 时光不老 我们不散 合众餐厅在地经营近三十年 是许多在地人的聚餐首选 值得到台湾古早味料理 也值得到樸实美味的炒饭 老板用心精英 掳获涛客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